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为大家教学如何在HubSpot中使用会议功能 并将会议功能与Zoom、Google Meet等打通 实现会议预定、邮件通知、邀请链接发送和会议寄要全程自动化 Hi 大家好 我是Alex Day 如果你对营销自动化 HubSpot CM感兴趣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还会持续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 另外你也可以在视频简介中找到免费的HubSpot中文指南 网络时代 线上会议是常用的一种沟通方式 尤其是在Pandemic疫情这几年 大家对于线上会议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 很多时候线上会议也是比邮件更加容易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的方式 如果要来回沟通会议时间通常会比较费时 而会议预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大大节省这一部分协调时间的操作 就像我们自己和许多咨询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样 都会在网站上有一个开放的会议预定链接 如果想要和我们约会议直接通过这个链接 就可以查找到我可预定的时间 在匹配上他们可行的时间就方便很多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会议链接内嵌在网站上 也可以直接在邮件中发送给客户都非常方便 一旦客户约定了这个会议之后 就会自动收到有Zoom或者Google Meet链接的会议邀请 在会议开始前也会有提示 等会议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AI会议助手 可以实时做会议纪要 会议结束之后呢 会议纪要将会自动存储到HubSpot CR里面 这个客户的记录下 我们也可以把会议录屏和会议纪要发送给客户 不需要再去人工总结 全程利用AI加自动化的能力 节省了我们很多琐碎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演示HubSpot的会议工具的操作 HubSpot免费版本可以支持创建一个会议链接 如果你没有HubSpot账户 可以免费注册一个 注册的时候呢 也不需要绑定信用卡 登录HubSpot账号之后 我们先到设置中 把Google Calendar或者Outlook Calendar 同步到HubSpot里面 这样HubSpot就会去自动查询 我们日历中的可用时间 而客户一旦预定了我们的会议 会议日程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历中 作为提醒 同时也会知道 哦这个时间段我有实情 被客户预定了 点接之后 勾选上形势力同步和会议排成页面 完成这些配置 开始创建会议预定页面 点击销售会议 再点击建立排成页面 HubSpot支持三种类型的会议 一对一 一对多 轮流制 如果客户适合你一个人单独约会 选择一对一 如果客户适合你 以及团队中的多人约会 可以选择一对多群组 不过群组和轮流制功能 只针对HubSpot的付费用户开放 点击创建一对一会议 内部名称客户是看不到的 可以取名为你自己 更容易识别记住的名称 事件标题 也就是客户在预定会议的时候 会看到的会议名称 比如我们可以叫这个会议 初步沟通 或者叫意向沟通 免费咨询都可以 联络人Token和公司Token 是个性化的讯息 比如我们把事件标题取名为 与某某公司的意向沟通会议 把公司Token中的公司名称 放到事件标题中 这样A公司预定会议的时候 就会看到会议标题是 与A公司的意向沟通 B公司预定的时候 就会看到会议标题是 与B公司的意向沟通 通过这样简单的 个性化讯息 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 与客户的互动感 地点可以是一个 线下的办公地点 也可以是线上会议链接 如果是线上会议 我们可以连接Zoom Google Meet等线上会议软件 这样客户一旦预定了会议之后 HubSplot会帮我们 自动连接Zoom Google Meet 发送对应的会议连接Ul 我平时用的是Zoom 勾选上Zoom就可以了 取消并重新排成功能 勾选上之后就意味着 你的客户可以点击 会议预定通知 更改和你的会议时间 或者取消会议 这个也是非常省时间的 一个操作 不需要来回邮件沟通 自主进行会议的取消 和修改操作就行了 点击取消并重新排成之后 在说明框会出现 取消和修改的按钮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说明框里面 加入更多对于会议的描述 在这里也可以增加一些 个性化讯息 比如 嗨某某某 感谢你预定我们的会议 我们将和贵公司 一起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在这个边界框界面 也可以加粗 做协体下滑线的 来优化描述界面 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 排成页面连接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定Ul 比如 meeting with day 或者demo meeting 这里就选择比较容易好记的Ul 收付款功能 目前只针对美国地区开放 如果你是美国地区的用户 开启这个功能之后 可以使用HopSpot Payment 通过会议功能直接收款 其他地方暂时没办法使用这个功能 接下来有三个小板块 需要我们一一配置 我们可以在排成板块中 设置会议的持续时间 时区 会议可用时间 时间长度也就是客户可以和我们约一个多长时间的会议 这里可以多选 比如同时勾选30分钟和一个小时 时区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常用时区 选择自己所在时区就可以了 HopSpot会自动根据客户浏览器设置的语言和时区 调整成客户的时间 所以你不用担心时区问题 比如我在这里勾选上 下午4点到5点 在英国客户的界面就会自动转化为上午的8点到9点 空闲时段可以自定义我们哪些时间能被用来开会 因为不管是销售还是管理人员 每天的日程可能都很满 不可能全天都是空闲状态 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觉得是可以专门用来做开会的 比如下午3点到5点 那就可以在这里选为下午3点到5点 周一到周五的具体时间都可以灵活进行调整 点击其他设定 我们可以限制客户能预定的时间周期 例如能预定本周和下周 还是可以预定未来三周内的时间 最短通知时间指的是客户可以预定的最早会议时间 例如15分钟之后他就能约你 还是你希望客户至少要提前一天约你 缓冲时间指的是两个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多久 像预约页面语言和日期时间格式 我们刚才也都提到过 可以选择客户自己的浏览器设定 这样HubSpot就可以帮我们转化语言和时区了 鼠标向上滑 我们继续配置表单和确认板块 表单板块也就是我们希望客户预定会议的时候 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利用好表单功能可以帮我们的营销自动化 做个性化营销的计时 各位表单不是很清楚的朋友 也可以看我的上一期教学视频 除了名字和电子邮件之外 我们可以增加更多问题和信息让客户来填写 比如我们可以让客户勾悬 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 让客户填写他自己的职务等等 这些信息都会被自动存储到HubSpot CRM里面 也就是说一旦客户和你预定了会议 并且勾选了他感兴趣的产品服务和职务 这些信息都不用你自己在手动复制粘贴了 点开HubSpot里面这个联络人的记录都可以找到 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些信息 去给不同类型的客户发送电子营销邮件 如果你的客户在欧洲和美国加州地区 也可以加上资料隐私和同意声明 更加符合隐私法规 点开其他设置 这里还有些隐藏选项 如果这个客户已经在你的网站上提交过这些信息了 HubSpot可以自动识别并且预填这些信息 客户就不用再手动填入了 不过这个功能需要你将HubSpot的追踪代码 放到你的网站上才可以 完成表单配置之后 我们做确认界面的配置 可以让客户看到会议确认的预定界面 也可以让客户重新导向到我们的网站页面 或者其他界面 做完所有配置点击下一步 勾选上确认电子邮件 HubSpot会自动帮你发送邮件信息提醒客户 勾选上会议前的提醒 HubSpot也会在会前发送自动提醒 这样会议自动化的会前部分就配置完成了 如果你希望有AI助手可以自动录屏 自动记录会议纪要 可以注册这个软件 Fathom 它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注册Fathom可以把它连接到HubSpot的账户 Zoom或者Google Meet账户 配置好了连接之后 每次有会议要开始 就会在桌面端提醒你 会议之后的记要也会自动同步到 HubSpot CRM里面 这个客户的记录下 整个过程特别的流畅 线上开会做会议记要这些事情 虽然看上去很小很琐碎 但利用好AI和自动化 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掉不少的琐碎时间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Day 一个用AI和自动化解决问题的数字营销人 如果你也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还请点赞订阅转发给更多的人 谢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